荣耀终于准备干翻华为了吗 大家好 这里是假装硬核的电电家电 在荣耀新一季新品发布会上 可以说是全面对标自己曾经老大哥华为的产品 那么这是传说中的兄弟霍起肖强吗 其实情况恰恰相反 这种表现完全符合任正非对于独立以后荣耀的期望值的 在荣耀从华为剥离的时候 任正非是明确提出几个要求的 包括不要武断私联 希望有一天荣耀可以喊出干翻华为 当时很多人以为这是表面上的场面化 其实包含着非常精妙的商业布局 首先当时的荣耀剥离 剥带一分悲情色彩 就是当时在制裁之下 华为的消费者部门其实前途是未卜的 在这种时候 把大部分手机的资产剥离给荣耀 使得整个手机部门或者消费者部门 能够在体系之外有一条生存的通道 同时也保留了华为体系之外 有一条可以跟消费者直接沟通的桥梁或者触点 我一直强调 手机部门对于华为来说 不是什么核心业务 是个外围业务 它主要的作用是承接 华为最核心的ICT的相关的功能 直接跟消费者打交道 同而推进自己的整个技术变现的流程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华为的整个手机部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 在体系外保留这么一个能够相互侧应的棋子的话 其实布局还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一点 它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与华为现在的手机部门AB队的这么一个形式 通过与华为的产品进行对标 其实荣耀和华为的手机部门之间 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 再者 玻璃礼后的荣耀 使得很多商业上的合作成为了一种可能性 它的玻璃也使得华为整个ICT 去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有了更灵活的方式 那么这次荣耀发布的MagicOS 它的底层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能都怀疑是那个 但是不管它是什么都无所谓 它毕竟本质上跟华为的手机部门在技术上 还是同耕同源的 大量的东西还是共享在一起的 那么它落地一些华为背后的这种技术能力 都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了它这个中间的桥梁 这些合作就好执行多了 对于之前的时候 华为跟比亚迪之间很早就想合作的 但是这种合作推进不下去 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因为在商业史上 从来都没有两个行业巨头 深入合作并持续下去的这种案例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苹果的iTruth是想跟摩托拉合作的 双方推出一款产品之后不欢而散 那么苹果也是被迫下场去造手机的状态 那么曾经有人也希望苹果的卡普雷能够上特斯拉的车型 那么事实上双方也是合作不下去 这种巨头合作不下去 它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 这种巨头的合作 人家都是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和生态体系的 你这两个巨头到底以谁为中心 可能会出现双中心的状态吗 不会的 但是这次荣耀的发布会上 已经明确提出跟比亚迪去合作了 这就容易多了 因为荣耀虽然可能背后落地的 依然是华为体系的一些技术 但是作为一个合作方的话 它并不是强势的华为 更多的像是一个小的供应商 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围绕着比亚迪的生态体系去运作的 这个过程中通过这个中间的一个代理人 华为的很多的ICT的能力 比如Open Harmony或者是HMS相关的功能 可能慢慢的都会出现在比亚迪的产品上面 这条合作路径和可能性是比以前大大的增强了 当然对于比亚迪这种巨头来说 我们也不要期望他会直接使用Open Harmony的成熟车机系统的 因为他们是善于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里的 比如说吉利目前为止 虽然在几何的车型上采购了这个华为的车机系统 软硬件一起 但是他自己旗下还有一卡通 还有自己刚刚收购的魅族的系统 他不会让自己的所有的产品都绑定在别人的战车上面的 这种消费电子企业追求统一 而作为主机场的话 他当然是希望更多的这种生态系统是围绕着他转的 所以双方这种合作有了荣耀这个媒介之后 可以说进步的可能性进一步大增强了 但是绝对不会达到像问界那样的合作深度的 那么这期内容基本上就闲聊到这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工关注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